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说 政府将收回私人土地和旅游胜地 以收容数千名由于该国四十年来最严重的洪水而无家可归的人 查维斯下令政府收缴国家机场附近近36公顷的私人土地 并授权修建数千状房屋 他还授权官员们接管酒店房间和旅游胜地 近日来的大雨带来洪水 造成至少32人死亡 7万多人无家可归